中国新疆在教育营维吾尔留学生皆实况,西方媒体指中国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居留众多维吾尔人,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访问,被关进营内的维族留学生伊曼以自身经历揭露营内状况。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专闻以维吾尔青年伊曼达尔被关押的亲身经历为主轴标题称在教育营为中国穆斯林的古拉格,把在新疆的在教育营类比为前苏联劳改赢古拉格。 古拉格来自维吾尔族中产阶及家庭的伊曼数年前到美国留学,他在中国教育体系内的学业表现优异,还获得中国东部某所大学学位,2017年暑假伊曼搭机回中国,打算先在东部沿岸陪朋友们共度闲暇时光,再回新疆探望母亲在他下飞机前,一名空服人就走近并告诉他, 有人要问你问题,可能只是签证问题,随后三名穿着制服的中国边检巡逻警员就在空桥等待伊曼,伊曼在居留期间接受脱衣搜身,然后警员检查他的行动装置,由于无法找到看似有罪的资料。 一名警员提出一连串问题,你在北美做什么?你在哪里读书我们找到中国教授的名片?你认识很多重要人物不是吗? 伊曼随后先在看守所,待了九天同时边检当局,联系伊曼新疆家乡的执法单位,伊曼所处的居留是有34人,他是唯一的维吾尔人,第九天新疆警方抵达他们靠住伊曼,并押送到火车站。 伊曼问真有必要上靠一名警官回说,不要问问题,我们很宽容,那你也应该上靠的。 来自伊曼家乡的三名汉人警官,护送他搭乘前往新疆的火车三名警官,多次询问伊曼,是否收到家乡警局的通知要他。 在2017年5月20日前回家,这是要求在国外读书的维吾尔人返乡的地方命令。 火车抵达新疆后当地警方首长,下令将伊曼带禁在教育,迎他抵达后立刻被记录身份。 一名警官拍下他的照片测量身高体重,然后要他脱到紧身内衣,还把伊曼剔成光头不到两周前伊曼,还是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的毕业生。 现在他则未获司法程序,急遭拘留伊曼只穿着内衣,被分配到一间官有其他19名。 唯吾尔族,男性的房间进到这个只有一盏灯泡的房间后,一名警卫发给伊曼一件亮黄色,内衣一名玉友,送给他一条短裤伊曼开始观察牢房,地面铺砖的房内,有一座马桶,一个水龙头还有一张大床铺,所有人都睡在那。 营内提供他简单的餐具一个碗和一把汤匙伊曼,指出每天日常活动单调且高度致视化,我们每天早上50起床,有20分钟可以灌洗。 警卫每天只提供3瓶热水给20人,我不得不与其他人争抢热水一个星期,来我们有好好洗过澡。 然,后我们被规定要整理床铺警卫,会检查我们的工作床单必须平整,覆盖整张大床铺的两条毯子,必须没有褶皱,然后早上6时才吃早餐菜单,没有变化。 总是吃馒头早餐过后大家可以走动,并喊出中文口号,努力训练努力学习。 伊曼说,嗯我记不起剩下的口号,努力打赌,可以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找到,无论如何我们走动数个小时,然后我们观看在教育电影然后才吃午餐。 在拥挤的球房里伊曼感到寂寞和孤独,她说和其他人讲话往往太令人沮丧,所以不愿意与人交谈。 我的育友大部分已被监禁,超过两个月且没有被正式起诉。 期间和一名60多岁男子成了朋友,她被判刑六年伊曼说,那名男子的罪行,只是用手机传讯息给女儿。 简单解释可兰经文教育女儿则把讯息分享给朋友当局却判他信仰和散布极堆主义。 被关进在教育营的第十七天伊曼,被一名警卫叫住,收好你的东西你被释放了。 家乡的居民委员会来到居留中心要送伊曼回家。 他们要把伊曼交给当地警方首长之前,这名警卫警告,我确信你可能因为不愉快的经历而有一些意识形态变化。 但要记住,无论你在北美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你的家人仍然在这里我们也在这里。 在返回中国三十天后伊曼终于回到家里,但在家宛如被关在电子监狱一般,他的居民身份证将被新疆地区无所不在的安全检查站扫描。 里面包含伊曼过去的犯罪记录伊曼最终,在当年秋天获得自由返回美国读书,但他现在仿佛处于流亡状态,不知何时或能否可以回家。 由于伊曼的母亲增到土耳其旅游,他2016年10月,被关在一所在教育中心。 伊曼不敢打电话或寄电子邮件,给母亲身怕危及他的安全,因为联系待在国外的亲属,可能会受到讯问及拘留。 在加拿大毕业的中国学生张文韶,说那用谷歌Google卫星照片分析新疆各地的在教育营,拘留社时发现这类看守所有许多设备。 外交政策网站,根据张文韶与德国学者层词,Adrian Vance,的研究,Google卫星影像,标示,初心将这类在教育营的位置发现和田附近一处营区自今年4月22日以来,已扩建150%。